嗨,大家好,我是达哥 欢迎来到达哥说给你听这个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忧郁症 针对今天这个主题 我们分成两个部分来讨论 第一个部分我们要讨论的是 为什么会产生忧郁 我们会谈到个人遗传基因 神经传导物质,荷尔蒙 最后再谈到社会文化 这些会引发忧郁的原因 第二部分我们要讨论的是 忧郁症的九种明显症状 我们可以借由这九种明显症状 来看看你或你身边的人 是否患有忧郁症 这不但可以帮助你 也可以帮助你身边的朋友 如果你发现你或你身边的朋友 和影片中描述的症状类似 请不用担心 只要找到合格的医生 就可以帮你适当的评估和治疗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影片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 忧郁症是全球最常见的心理疾病之一 影响着全球超过3.5亿人口 约人口总数的4% 相当于每100个人 就有4个人有忧郁症 也许你会想知道 世界上哪一个国家 忧郁症比例最高 其实很难确定哪个国家 拥有最高的比例 因为这个基于不同的研究 调查和统计数据 并且不同的国家 对忧郁症的定义和诊断标准 也可能会有不同 可以确定的是 忧郁症在许多国家都非常普遍 有一些研究显示 一些高收入国家 例如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澳大利亚这些已开发国家 忧郁症的比例较高 另外 发展中国家 也有高比例的忧郁症 例如印度 一个国家忧郁症的比例 可能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例如文化 经济 社会 个人因素 所以 忧郁症的比例 在不同的国家和群体之间 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这几年 我们发现 忧郁症在年轻人中的发生率 正在增加 这可能与现代社会的压力 和生活形态有关 例如 社交媒体的使用 和经济的不稳定 还有一点就是 现代医学的进步 和对忧郁症的认识 可能也使得更多人 得以被诊断和治疗 无论原因是什么 忧郁症很普遍 这是肯定的 根据美国心理学会的数据 女性比男性 更容易患上忧郁症 女性患忧郁症的比例 是男性的两倍左右 可能的原因有以下三种 荷尔蒙的变化 荷尔蒙可能在忧郁症的发病中 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在女性的生理周期中 荷尔蒙水准会不断变化 特别是在月经周期 具体来说 月经周期的第一阶段 软潮激素水准逐渐升高 达到排软前的高峰值 第二阶段 软潮激素水准逐渐下降 直至月经来潮 在月经周期的第二阶段 黄体酮水准会逐渐上升 达到排软后的高峰值 然后开始下降 直至下一次月经来潮 这些荷尔蒙变化 可能会影响神经传导物质 血清素和多巴胺的释放 进而影响情绪和情感的反应 使得女性更容易出现忧郁症状 特别是在怀孕和更年期 这两个重要的生理阶段 女性荷尔蒙水平的变化 对忧郁症的影响 可能更加明显 产后忧郁症和怀孕期间 荷尔蒙水平的变化 有密切的相关 社会文化因素 女性可能面临 与男性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压力 如对外貌 身材 工作 和家庭角色的期望 这些因素 可能增加女性的忧虑和压力 遗传 根据研究 忧郁症和遗传基因是有关的 这些基因在女性中 比男性更常见 但是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 有忧郁症的基因 并不是就是命中注定 一定会引发忧郁症 环境因素对引发忧郁症 才有绝对相关的影响 所以即使存在忧郁症相关的基因遗传 也不一定会发展成忧郁症 我们以爬山做一个比喻 没有忧郁症基因的人 坡度比较平缓 比较不容易引发忧郁症 有忧郁症基因的人 坡度比较陡峭 比较容易引发忧郁症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 没有忧郁症基因的人 承受五次压力 才会引发忧郁症 那么有忧郁症基因的人 可能承受三次压力 就会引发忧郁症 当然 刚才所提到的 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 这个假设要成立是很困难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 变因很多 所以实际上 引发忧郁症的原因是很复杂的 那么 如何避免引发忧郁症 对我们来说就很重要了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哪些因素会引发忧郁症 生理因素 基因遗传 神经传导物质不平衡 或基数不平衡 可能是引发忧郁症的原因之一 基因遗传我们刚才有提过了 神经传导物质不平衡 我们在前几部影片 所提到的多巴胺就是神经传导物质 多巴胺带给我们动力 让我们产生愉悦和幸福感 如果多巴胺的体内平衡系统 持续倾斜在痛苦的那一端 也有可能引发忧郁症 基数不平衡 基数是身体内分泌系统分泌的化学物质 它们在调节身体机能和生理过程方面 起着重要的作用 就好像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皮脂基数 也就是压力荷尔蒙 当人体遭受压力时 就会开始分泌 这些压力基数会使我们心跳加快 呼吸加快 肌肉紧张 以应对压力情境 基数是一种化学物质 可以在人体内调节和控制多种生理过程 包括心理和情绪状态 当身体释放过多的基数时 可能会导致忧郁症状 心理因素 遭受压力 有人际关系问题 遭遇负面生活事件 低自尊心 容易负面思考的人 这些心理因素 也可能引起或加剧忧郁症 低自尊心的人 容易感到压力和忧虑 由于他们对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缺乏信心和自信 因此 可能常常会感到担心和害怕 并且会在许多情况下 感到沮丧和无助 药物或物质滥用 滥用毒品 大量饮酒 和滥用安眠药 镇定剂 止痛药的人 都比较会有忧郁症 环境因素 家庭 学校 或工作场所中的负面经验 例如 遭受虐待 感觉被忽视 暴力和压迫 也可能导致忧郁症 其他健康问题 罹患一些长期性疾病的人 如心脏病 糖尿病 癌症 慢性疼痛 和失眠 这些有健康问题的人 也比较容易罹患忧郁症 谈到这里 都是可能引发忧郁症的原因 我们从上面所提到的五点 可以发现 心理的因素 造成生理的不平衡 是引发忧郁症的主因 而心理的因素 绝大部分是压力 根据研究显示 压力和忧郁症 是有密切关系的 所以在生活中 如何抒发压力 肯定是避免 引发忧郁症的方法 刚才我们提到的 都是忧郁症 产生的可能原因 接下来 我们来聊一聊 忧郁症的几个明显症状 你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现象 来评估你或你的朋友 是否有忧郁症 第一个症状 每天多数时间 情绪都很低落 一整天情绪都很低落 不只是说 单纯的心情不好而已 它会让人感觉烦躁 注意力无法集中 坐力难安 这些都可能是 情绪低落的症状 如果症状轻的人 可能看不出来 第二个症状 对生活周遭的事物 兴趣明显减退 这个根源就是快感的消失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是在追求快感 原本热爱运动 音乐 阅读 或旅行等 罹患忧郁症后 因为快感消失 不再对以前热爱的活动感兴趣 例如 热爱户外活动的人 可能会选择待在家中 而不是外出 原本很重视自己的外貌 衣着品位 或身体形象的人 罹患忧郁症后 这些行为可能会改变 例如 变成不修蝙蝠的人 第三个症状 体重剧烈变化 忧郁症有两种 一种是单向忧郁症 另外一种是双向忧郁症 有单向忧郁症的人 因为没有食欲 也没有味觉 所以他们体重会迅速暴瘦 而双向忧郁症的人 一刚开始会是躁郁症 他们会用吃东西来获得快感 所以会爆肥 一段时间后 发现吃东西也无法获得快感 也没什么味道 食欲开始降低 体重就开始下降 而变成暴瘦 第四个症状 出现失眠或过度睡眠的症状 忧郁症患者 有80%有睡眠的问题 出现失眠或过度睡眠 失眠的人会很早醒过来 醒过来后 就再也不能入睡 会觉得心烦气躁 心情恶劣 然后会想到 接下来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不知道如何打发这些时间 就这样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 过度睡眠的患者 会常常感到疲劳和无精打采 就算是睡足8个小时 也会感到疲倦 主要是这些患者 他们会感到孤单 沮丧和无助 想要逃离现实 逃避负面的情绪 所以把睡眠当成一个避难所 第五个症状 精神状况机躁不安或辞滞 有些忧郁症患者的神经系统 常处于一种高度的紧张状态 导致情绪和思维变得不稳定 和容易生气 又因为长期的睡眠问题 导致白天感到疲倦和精神不振 造成思考变慢 说话变慢 或者感到世界运转的速度很快 自己却跟不上 第六个症状 生活失去活力 感到疲倦 对忧郁症患者来说 这种疲倦感是持续的 不论睡多久都无法缓解 可能会造成双眼发指 四肢无力 最终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一般我们遇到这样的朋友 我们可能第一印象会觉得 他好像比较蓝 或是比较内向 其实这是因为 这样的忧郁症患者 已经没有动力了 他虽然想做 可是没有动力去做 他们并不是蓝或是不努力 其实他们正在经历 你难以想象的痛苦 因为他们可能正感到无助和绝望 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 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这种情况可能会让患者失去动力 让人感觉像植物一样 第七个症状 无价值感或过度的罪恶感 忧郁症患者长期感到疲倦 没有活力 他们会极度丧失自信 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价值 甚至不是自己造成的问题 也会揽在自己身上 觉得这些问题都是自己造成的 进而产生罪恶感 这和无日三省无声的意思是不同的 严重的话 还会产生自己为什么要活着之类的想法 第八个症状 精神不集中 记忆力减退 罹患忧郁症的人 长期睡眠品质不好 会影响注意力 记忆力 思考变得不清晰 无法理清问题的头绪 所以一件事情 常常犹豫不决 没有办法下决定 就算一件事情想非常久 还是没有办法下决定 得不出结论 第九个症状 这也是忧郁症最严重的一个症状 产生自残 或者是自杀的念头 这种念头 是因为经历了长期的疲劳 自责这些痛苦 根据日本国家警察厅2019年统计 日本人自杀身亡其中有40% 是因为患有忧郁症 或相关的心理健康问题所导致 如果你或你的朋友 在上述的九个症状中有符合五个症状 并且包含第一个和第二个症状 而且持续了一到两周 就建议要找专业的医生来评估 目前为止 我们知道引发忧郁症的原因错综复杂 和生活中的压力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压力 如何排解生活中的压力 将是我们远离忧郁症的一大课题 在今天的影片中 我们没有聊到如何排解压力 如果你想知道如何有效排解压力 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再找时间聊一聊 排解压力的有效方法 当然 如果你现在已经罹患忧郁症 一定要去找合格的医生 进行诊断和治疗 祝福你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和我拍摄的内容 请帮忙按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留言 并分享我的影片 这样影片就可以分享给更多人观看了 下次见了 拜拜